大家好,我是人人宽科讲师穆金龙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策略是散灵交易者策略 散灵交易者策略是源自于交易者的一个观察 就是说一些交易者从自己的交易记录中发现 若上一次交易他是盈利的 那么下一笔交易可能会亏损 这是他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想法 因此在涉及这个散灵交易者策略时 那么希望跳过这些我们会认为亏损的一些交易 那么应用到具体策略当中 就会就是说在代码中 他就会做一个这种模拟交易 然后如果说模拟交易产生了亏损 我们下一次就是下一笔交易 才会开启真实的下单交易 那么这里我们说到这个模拟交易和这个 我们在软件当中的模拟账户交易 是两个概念是不要混交的 我们这个模拟交易是在代码中让他做一个假的模拟交易 让他做一个假的交易 然后当这个交易产生亏损的时候 这个模拟交易产生亏损的时候 我们下一笔才会去开仓 那么他这里面有几个要点 就是策略要点一就是计算RSI和唐签通道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有些同学他可能是新手 他可能不会编写这些指标和代码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散灵交易者 这个策略的核心部分 就是模拟交易产生一次亏损后 才启动真实下单交易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路 这个思路其实可以用于我们自己的一个交易 交易策略的开发当中 而且我们这次遵循他这种原创 我们就是产生一次亏损 这产生一次模拟一次亏损之后才开始下单 事实上如果你在改进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产生两次 两次亏损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直接改成 盈利两次之后停止交易 或者说连续亏损两次之后才开始交易 这个东西就是次数问题 你可以去后面自己去修改 我们这次讲解的主要是遵循原作者的一个思路 那么第三个就是策略的改进思路 就是我的一些想法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它的开仓桥件 第一个就是模拟交易产生一次亏损 短期均线在长期均线之上 RSI低于超买值 创新高 则开多 然后空头交易是模拟交易产生一次亏损 短期均线在长期均线之下 RSI高于超卖值 那么创新低 则开空 这个是整个都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平常条件是持有多单时 小区小于这个唐前通道下轨平 高于上轨平空单 散灵交易者策略呢 它的这个最初的这种开仓和进场条件 是设置的非常简单的 为了我们就是 其实我们主要讲解的还是这个思路问题 还是这个如何做一个模拟交易的代码出来 然后关于它具体的一些交易条件的具体的一些写法和要素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后期进行一些修改 然后应用周期呢 它是分钟小时日线级以上 因为它使用的是通价 就不会存在使用这种今日开盘价和今日最高价 这种特殊的这种价格要求 所以说它是可以用日线周期以上的 然后类型属于CTA模型 它是一个普世性模型 然后今天编写的平台呢 是交易开拓者和文化WH8 好了废话不多说 那我们就开始编写吧 好的我们现在打开了TB 也就是交易开拓者这个软件 我使用的是旗舰64位 那么无论您使用32位还是急速版 它们当中的这个代码呢 都是通用的 代码都是通用的 并不影响您的学习 以及后期的一些自己的策略开发 那这里我还是要说一下 就是咱们有新人 新人同学他没有接触过这个软件 或者说没有接触过程序化 那么首先打开TB交易者之后呢 他你会进入一个这样的一个界面 一个大概的一个这样的界面 然后左侧这边有一个下拉菜单的写 点TB公式 然后点这个新建公式应用 这里输入简称和名称 然后选择这个交易策略 然后点击确定 那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策略公式编辑器当中 那么好了 我们先从这个是散灵交易策略的完整代码 我们先简单看一下 它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参数声明 第二个是变量声明 那么begin 从begin到end 是整个策略的主体 因为TB交易卡通舍的 它是 它的这个代码的执行方式 执行模式是自上而下的 也就是从上面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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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下来的一个模式 那么我们在编写的过程 以及我在给你们讲解的过程 也是自上而下的一个模式 首先呢 我们先从参数部分开始 第一个参数呢 是 短收期均线参数 第一个是短收期均线参数 它的默认值 也就是小块里面这个值是 默认值是9 然后长周期均线参数 默认值是19 这个是首速 默认值是1 然后这个 这个是RSI的参数 默认值是9 这是参数部分 这是它的一个参数部分 事实上 比如说像这个短收期均线和长周期均线 像这样 这种参数呢 你可以让它写成一个长数部分 换句话说 你可以写的大一点 比如说 你用的日线周期上面 差不多把它固定在10周期均线和30周期均线 不要让它浪费这个参数这个位置 让它成为一种长数也是可以的 然后它最主要的这部分 还是它这个RSI的这个参数可以用 好 现在什么是变量部分 变量部分的话 第一个是RSI的超买线 超买线 超买线 默认值是20以下 也就是20 然后我们至于看到就是这个 这个变量的 它前面这个抬头呢 它这个变量声明里面是 Numeric型 素质型 它并没有像后面这个Numeric型 就是素质序列型 因为它本身它是一个长数 它不存在这种时间属性 我不需要让它回缩棒线 所以我可以不把它声明为序列型 可以节省一些代码空间 当然你要是把它声明成Series 你也可以没关系 只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两个不同的地方 然后第二个就是RSI的超买线 默认值是70 有些朋友就会问到就是说 为什么后面这些带了零 有些是不带零呢 这个事实上没有关系的 如果说你需要给这个变量的 给它一个默认值 那你就后面写上这个默认值 你觉得写不写都可以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后面马上就会被 在应用当中呢 它马上就会被复值 除非是像这种情况 或者说你需要给它一个默认值的情况 这个小个话里再调上数字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想养成一个良好的这种习惯 那就是说我即使是不需要默认值的 我也给它先附一个零值进去 也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良好的一个编写的一个习惯 然后这个是短周期均线 这个变量是短周期均线 然后长周期均线 那么这个是长期价差 长期价差均纸 具体应该是长期价差均纸 这个是近期价差 这个是近期价差均纸 下面这个是细数 这个是计算室使用的细数 然后这个是最新的价差 那这个就这个这个比较关键 就是RSI的 我们先我们后面再具体说这个这个变量 因为后面还会涉及到一些运算 我们就把它就是变化率吧 直接就先说它是变化率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就是RSI最后计算结构的本尊了 RSI就行了 RSI这样就可以了 RSI 然后这个是唐齐安通道 唐齐安通道的上面 然后这个是唐齐安通道的上面 然后这个是唐齐安通道的上面 这个是唐齐安通道的生rans 这个是唐齐安通道的рей axis 网友交易它的最终的利润 利润情况 那这个是一个状态了 这这个是一个开关 就是持仓开关 持仓状态 然后这个持仓状态呢 它分为三个状态 1呢 1是多头 -1是空头 然后0呢 是无持仓 OK 这个这个是 近期的 就是近期的 近期价差的计算公式 我们会保存在这个AVF里面 AVF里面 我们会保存到这个变量当中写 后面我们会再讲这个地方 好的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参数部分和变量部分把它的声明完毕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讲它的主题部分 稍等一下喝口水 嗯 好的 我们现在开始BGAND这个主题部分的编写 首先我们在编写任何策略的时候 然后我们都先把它的安全性条件写在前面 比如说是 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呢 什么意思呢 它是 结合近 近价的和小结 休息 休息的过滤 嗯 我们不会在这个结合近价和小结休息的时候 发送这种交易指令或者说是 这个公式的计算 我们就把这个代码写到前面 如果说它现在处于结合近价和小结休息的时候 我就Return 我就不再不再往下执行了 直接Return返回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短期均线的计算 线的计算 那么 这写的具体一点呢 就是计算 una 算 spricht Lens里面那个周期内的 自己内的 均线 这个是长透期均线的计算 那么计算什么呢计算SlowLens里面这个周期内的 周期内的减价 OK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近期价差的一个计算公式 等会这个地方我们还要再回头再讲一下它 我们现在来解读一下这个公式 首先我们先看到在这个计算公式当中呢它有个价差 对吧就是说我假设我是按日线周期的话我是今日的收盘价减去昨天的收盘价 然后形成了一个价差 那么这个价差呢可能会存在正负 因为是有可能今天是跌时昨天是涨时嘛 然后就是今天收盘价比昨天的收盘价要低 那么一减就是个负值 那么这个时候用一个绝对值 把它去取绝对值 后面呢然后算一下它的均值 那么这个均值的这个算法呢 其实就相当于是你这个地方直接出一差就可以了嘛 对吧这是一个均值 那么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计算计算 然后计算计算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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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从这个部分到RSI这个部分呢 这个是RSI的计算 RSI的计算 那就是从这个部分到这个部分 我扩组这个部分就RSI的计算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IF条件 这个用户函数 这个函数呢 是TP自带的系统函数 然后你只需要把它代入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图表上的棒线总量 当图表上的棒线总量 小于RSI参数时 进行如下计算 进行如下计算 我们棒线总量小于RSI 空参数时进行如下计算 好的 进行如下计算 那么这个计算是怎么计算的呢 首先我们看NetChanger 那么事实上这个是 我们注意看这个价差 这个价差是 假如说这根棒线的收盘价 减去就是Lens周期之前的 比如说它是9 那就计算它9日之前的一个收盘价 那么形成一个价差 然后计算一个均值 计算一个均值 事实上和你用这个Edge 这个用户函数 和这样的一个写法 其实算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都是计算均值 那么这个是 我们把这个定计为 这个长期价差 因为它减的是 任何周期以前的这个价格 而这个是减去的是 上一个棒线的价格 那么这个明显是 近期的一个价差 这个明显是 一定周期内的一个价差 我们为了方便描述呢 这个就把它定为长期价差 长期价差的均值 计算 计算 最新价 与 Lens 周期 之前的 价格的 差值 然后做均值 做 然后取 平均值 值 长期价差 好 这个是短期价差 然后我们出去看这个地方 就是AGF 这个运算公式呢 这个运算公式呢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带入到这个里面来的 事实上你也可以 你如果说 我也可以直接把它换一种写法 把它带入进来 但是如果说你是这种写法 直接带入进来的话 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TB的一个警告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警告呢 来我们把它带入进来看一看 其实这个警告 就是说 Full循环或Val或If Elast中包含有序列 还是可能潜在的这个逻辑错误 去确认代码无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警告呢 是因为你用到了这个 因为这个均线的这个用户函数 这个运算函数呢 它是要回溯一定周期以内的 这个均值 均值的一个计算 那也就是说 在EF语句当中呢 它是不允许有这样的 这种计算方式出现的 因为有可能会产生这个 如果说没有进入EF语句循环 你还要反而在后面的代码中 又调用了这个 用户函数 可能会出现这个数值上的一个错误 就是有可能会产生一些 难以理解的数值会出现 因为你 因为你用这个 在后面使用这个用户函数 我们不用它这个用户函数 不用这个AV值这个函数 我们直接就是上面这种写法 而我们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了 但是如果你用这个用户函数 你必须写在外面 比如说我写到这个地方 把它的计算结果 把它的计算结果呢 保存到这个AVF里面 把它保存到AVF里面呢 然后我们把这个结果 代入到这个里面就可以了 也就是当满足条件时呢 AVF的这个数值代入到这个 近期价差均值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先测试一下 OK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该怎么写呢 事实上就是解读这段话 那么计算 我们直接复制过来吧 我们不用再重复写了 然后集 近期价差 好的 这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 长期价差均值和近期价差均值 对他们的均值写清楚 均值 因为他们处理了Lens 所以他们是均值 周期内的均值 好的我们继续往下 如果说 刚才我们看了 这个进入这个if 以据这个条件呢 是当图表上的报线总数量 小于Lens 参数时期价值下期价差 好 那么这边这个就是 当图表 图表报线的数量 大于Lens 周期了以后 大于Lens 周期以后 我们 先先 留下 计算 实际上 这是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复制 这是安全性的一个复制 我们的这个程序运行是从图表上的第一根K线开始运行 当它是第一根K线的时候 或者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K线的时候 它都是小于你设的这个Lens 那么在这段时期呢 你就要把它复制为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这是它RSI的一个基本的计算公式 然后 图表K线呢 随着它计算的逐渐递增 它的K线数量总有一天会大于你的这个Lens 你设计这个固定参数的这个数据 那么一旦大于之后呢 往后的执行都是这一段代码 都是这段代码 那首先 我们来计算它的系数 这个是计算的系数 不用过于过于去直纠它 然后这个是最新的 最新的 价差 注意它没有被取均值哦 它就是计算了一个价差 而我们上面这些它都取了一个均值 看到了吧 就是处理Lens 好 这个地方 那么 我们先解读一下这个公式吧 就是 上一个 上一个 长期 加差 加上 细数 乘以 然后我们加个扣号吧 乘以 最新的 加差 减去 上一个 乘以 乘以 加差 的 减值 OK 然后 得到 然后 重新复制 得到的结果 重新 重新 复 复制 到 变量中去 重新复制到变量中去 重新复制到变量中去 其实这是一个 比如说像这种公式就属于一个不断的一种 随着棒线的条件不断变化 重新不断去复制的一个自增加或者说是自减少的一个复制复制逻辑 这里他用的是加号就是不断自增加的一个逻辑 那么这个是上一个短期 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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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差 均值 我们应该写清楚是均值 然后加号系数乘以最新的价差减去 最新的价差减去 上一个 我们还是用把这个号减去 减去 有可能把这个号看错 减去 上一个短期 价差的均值 然后 得到的结果 重新 复制给 变量 中去 好的 然后我们这个RSI的这个他所要用的最大的两个 两个计算变量 就是这个近期价差均值和 近期价差均值和上面这个长期价差均值我们就计算出来了 然后这里可能有同学会问呢 为什么短期价差这个地方要加入这个ABS呢 就是取决 取决对值 上面这个却不用了 那事实上呢 我们在使用这个RSI当中呢 它可能存在一个大于50和小于50就是上涨和下跌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就是说它肯定会有一个负值取负值 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价差呢 我们带的是同一个价差进来 带的是一个同一个价差 比如说这个价差计算结果是负20 那么它是负20 它这里也是负20 最后就是负负得正 就会变得没有这个方向了 啊 价差是希望它有一个方向 它有可能是正有可能负嘛 正就是多头 负就是空头嘛 那么就是ABS你放到这个上面来 啊 用它 而结果也是不会发生什么变化的 我们这里进入原作者还是放到这个地方 啊 只是为了让它最后不要因为负负得正 一个算法上的问题 让它RSI那个计算会出现错误 我们让它存在一个方向 就让上面这个决定方向就好了 然后ABS这边只细算一个结果 我们继续往下 差不多到了变化率的计算这一块 首先呢是近期 近期价差呢不能等于0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 那么如果近期价差呢等于0的话 那么它后面这个变化率的计算 这个变化率的计算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因为你等于0的话这怎么计算是什么 所以说计算没有意义 那么这个就是变化率 变化率的话是长期价差 价差均值 然后除以短期价差 这个时候它就会形成了一个波动率 得到结果 计问 计问 波动率 这个波动率我们后面会讲 你也可以承认让它乘一个百分百 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算的是一个笔值嘛 这就是一个波动率 所以后面会带入到这个 这个里面去计算 然后 当短期价差等于0的情况 好 那么 那么波动率呢 那么波动率呢复制为0 没有意义 好 这样就没有意义的 然后 好 这个是 RSI的本尊了 就是RSI的最终计算结果 我们这根线呢 它是决定我们的开仓条件的一个计算结果 RSI计算完毕了 上面这个就把波动率计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知道 RSI呢它是大于50是多头式 小于50是空头式 那么中间这个50是一个中间值 那么我们把波动率带进来 我们把这个写法还是改变一下 1加 这个 也就是相当于说个百分比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地方 它是存在正负的 那如果说它是一个空头市场的话 那么它这边计算结果呢 是一个负值 那负值的话 1加 比如说负20 就是0.8 50乘以0.8是多少 也就是RSI最后结果的话 是40 对吧 就是向下 然后如果说它这边是个是波动率呢 是 最后算出来是20 比如说增20 那么它最后算下来的一个结果是 多少呢 50乘以1.2 好 好 怎么算呢 嗯 怎么计算呢 好 我一下给忘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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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总之就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原理 就是讲一下这个原理 最后我们计算出它这个RSI的这个 计算结果 然后这个是唐齐安通道 唐齐安通道的上回 然后这个是唐齐安通道的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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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平仓函数的一个平仓的一个计算 平仓的一个计算 这个地方我们要多重讲一下 首先 首先 这个我们刚才在变量声明当中的 声明这个MyPersession 等于1就是多头持仓的情况之下 注意这个并不是它的这个TP的这个 用户函数也好 还是它的系统函数也好 这个是我们自己设定的一个变量 当这个变量等于1的时候 我们会开多 也就是 我自己做了一个状态开关 MyPersession等于1 这是假设设计多头的情况 并且呢 它前一根棒线的持仓持仓素质 就是MyPersession的素质也等于1 这是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判断 然后最后呢 是最新价呢 那么小于它唐齐安通道 最新价 这是一个多头情况 就是当它的最新价跌破这个唐齐安通道的时候 唐齐安通道的下回 我出场 好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计算公式 然后我们主要看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呢 这个里面呢是 MyEQ EQ Prize 然后就是相当于是取它的一个出场价格 取它出场价格的话 这个里面用到的是一个盘中成交的一个写法 就是如果说它向下跳空呢 我们直接去开盘价 如果说它是盘中击穿呢 我们还是直接用唐齐安通道这个数字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空头 这个是多头平仓的多头平仓的执行函数 下面这个比较关键了 下面这个是计算这个模拟交易的利润 就是当我当我这个呃 我的收盘价格 呃这个是我的平仓价格减去我的开仓价格 那么我最后我最后我我我计算出来的是什么 我计算出来的是呃我的这个平仓平仓盈亏 然后计算出这个平仓盈亏呢 我们把保存到这个变量当中来 这个变量当中后面还要使用 然后这个parsation就是持仓函数 那么持仓函数 因为我们已经平了仓了嘛 对吧 我们已经平了仓了 我们就把状态位直接返回到无持仓状态 也就是零 也就是这里 那么无持仓状态是零 把它返回到零的这个无持仓状态 那我们给它还是写上触解吧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可能会忘了 应该写上触解 那么这个是持有多单的情况下 最新价格跌破 这个是平仓价格的取价部分 取价 如果是盘中 我们只能把这些图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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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嗯这个是平多 这是平多 sale 然后这里呢是 计算模拟交易的盈亏 等会回头我们再来讲这里 我们先把它写上 这是计算模拟交易的盈亏 然后这个是持仓状态 返回 返回链 无持仓状态 好的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写法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空头 那么持有空单的情况下 最新价格突破 唐齐安 通道的丧尾 啊 然后麦克斯的Priest 就是这个也是这个平仓价格的取价 看中计算平仓或者跳空平仓 那么这个是向上 向上跳空 这个是向下跳空平仓 这个是计算模拟交易的盈亏 或者说它这个怎么说它就是计算交易的盈亏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我们实际上 因为如果我们实际赚钱了它也会进行计算 所以直接就是计算交易的盈亏就可以了 那么持仓状态呢 返回链 也就是即人无持仓状态 OK 然后返回无持仓状态 这个就是两个平多和平空就写完了 然后其实它最重要的部分还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模拟交易的话 我们就假设计算出一个盈亏出来 不考虑滑跳和手续费的一个盈亏 就是大概的一个它是赚钱是赔钱的一个情况 一个计算结果的就可以了 好这些开始写开仓 开仓部分 然后开仓部分呢 我们现在大概先看一下 看一看 麦牌这是等于零就没持仓的情况下 然后并且上一个棒鞋 它也是没有持仓的情况之下 然后后面这个是短周期军线 大于了长周期军线 也就是多头排列 然后2SI呢 它这个要 同时呢 要小于这个 小于这个超买的情况 所以我们这里定义了一个超买的情况 不能高于70 RSI不能高于70 然后 然后并且呢 最高价格呢 今天的最高价格呢 大于 就是当前的最新价格 大于昨天的最高价 那就是形成了一个向上突破的一个 节奏 好 当这个条件 所有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 它进入一个地方就是 进入到这个依附与距离 然后my entry price 就是取价 首先先取价 取这个最高价 昨日最高价是一个出货区间嘛 就跟上面这个一样 如果是盘中击穿的话 我取昨日最高价 如果是跳空的话 我取开盘价 这个时候 注意看 这个时候我的my price 已经保存到这个里面来了 他这个全局费量 我把我的价格 如果我这个多头条件成立的话 我会把我这个最终的价格保存到这个my price里面 然后my perception等于1 这个时候我们要改变一下状态位 就是我 既然是我满足了多头开仓的情况之下 我并且我进来了 那我就不再是一个无持仓的一个状态 啊 无持仓的一个状态 我们这个时候就是my perception等于1了 告诉他我已经持仓了 但是你注意看啊 这个my perception等于1 这条语句里面 我上面并没有开仓 没有实际的这种开仓条件 开仓指令的一个执行 我只是告诉他 我满足了这个多头条件了 但是我去 我没有并没有下单 我下单是在后面 啊 我下单是在后面是有个前期条件 就是 i profit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段代码 这个这个这个变量在哪里呢 在平仓函数这里 啊 也就是说 啊 他的模拟交易已经出现了一个平仓计算结果 就是盈亏结果的时候 我会经常进行一个判断 他是大于零呢 如果是大于零就是 是盈利 如果小于零那是亏损 啊 所以这个这个地方就是他模拟交易 可以计算的一个模块了 就是说如果说 他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my profit 然后就是计算盈亏结果 他如果是小于零的一个结果 我才去 执行这个 开仓条件 执行开仓条件 后面这个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事实上原版里面他是没有的 这 这个地方呢 就是他从这里到这里 就是他完整的一个就是 模拟交易的一个结果 事实上他其实就是 玩的是一个状态位 就是my position 玩的是一个状态位 啊 我本来我这个地方 中间应该有一个开仓代码了 但是我这个开仓代码 没有写在这个里面 而且有加了一个判断条件里面进去 啊 但是我这个partition 那我的确是多头条件满足了 然后我这等于1 那么 拼仓条件这个地方呢 注意看 my position等于1 并且前一个人等于1的情况之下 哎 我进行里面的计算 然后并且呢 当他满足这个 这个空头拼仓条件的时候 我进来 我先将我的拼仓价格先获取 然后进行一个计算 进行一个计算 就是我的拼仓价格减去 有的开仓价格 啊 这个地方 已经有了这个开仓价格 啊 已经有了这个开仓价格 啊 调用这个价格 然后我计算出了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如果下次 下一次开仓条件满足的时候 我会再进来 进来的时候 我会去查看这个结果 他这个结果是 大于0还是小于0 如果小于0 我就直接开仓 啊 那这个时候就有朋友 就有可能会问 就是说 啊 这个平仓平仓里面 这有个平仓执行函数啊 那这个平仓函数 如果在没有 假设你 既然是没有这个 多头持仓情况下 那这个平仓执行函数怎么样 那个执行函数 他就不会执行 因为他没有多头持仓 啊 这个函数就是被架空了 他就不会执行 当然这是他这个系统函数 啊 如果他有持仓情况下 他会直接执行的 如果他没有持仓情况下 他就相当于是堵过以后 就直接跳过了 直接就下面这个代码 然后这个里面 有可能朋友会有一个乱一点 就或者是 为什么平仓放鞋面 开仓放后面 那么 因为代码是自上而下运行的 首先我要先判断 我有没有这个持仓 有持仓的情况之下呢 我有持仓的情况之下 我一定会有的一个进场价格 对不对 然后我有一个进场价格呢 我就可以去竞算盈亏了 有个进场 因为这个平仓 平仓的出场价格 我会在这个 一付与君满足的时候 我会进行一个计算复制 然后 我计算我的交易盈亏 好 交易盈亏保存到 全局变量当中呢 当我要真正开仓的时候 啊 必然是这个地方 已经有了素质了 已经有了一个计算结果了 当我第二次满足 开仓条件的时候 哎 上次模拟交易 他亏的 那我这次我来真的 我直接就是 下载 然后直接就是 下真实的交易单进去 好的 我给他写上 我还是给他写上这个注释吧 当 当 当无持 称状态 下 内 多头 多头 多头均线 成 多头排列 排列 排列 就是最新价格 就是最新价格 要大于 昨日 最高价格 然后多头条件满足 进入一副语句里面 就是一个取价 开仓 价格的取价部分 然后盘中 击穿的话 盘中突破 或者 向上 跳空 那么向上跳空呢 向上跳空呢 去 Open架 这个是帮钱的Open架 如果盘中击破呢 是取这个 取这个价格 这个是状态位 持价状态 复制为E 就是有持价状态的情况之下 表示我现在已经开仓了 我告诉我 我告诉代码 我已经开仓了 把它变成为多头开仓的一个持价状态 然后 这个 这个是 当 上一笔 明亏 模拟 交易的 结果 是 亏损时 进入 是 亏损时 开拓 好 那上面那个就是开多的 然后开空 当 无持仓 状态 下 多头 空头进行 排列 并且 RSI呢 小于 大于 大于 大于20 且 今日最新价 小于 昨日最低下 OK 然后这边是一个开仓价格的一个取价 这是一个开仓价格的一个取价 我们直接就是这样这样就可以了 或者 向下 或者向下 或者向下跳空 去 open 然后这是一个 持仓状态复制 持仓状态复制 复制 那么告诉代码 告诉代码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空头持仓了 但实际情况 我们实际上空中并没有发送这个交易指令 这个是 当上一 当上一笔 模拟交易 的 结果 是 亏 是 是 开空 OK 这样的话就是它版整的一个就是散灵交易策略的一个 一个 代码 以及我们已经给它加上了注解 那么它最核心的部分其实就是这一段里面的描写 最主要的第一个是状态位 我是假状态位 我告诉他即使满足开仓条件 我告诉他 我虽然我没有下的下 直接出下单指令 但是我告诉他我已经有了多头持仓了 告诉平仓的这个条件里面 然后平仓条件 知道你有多你有多头平仓 在这个持仓 这个情况下 然后进行运算 我把我的我取最新的一个价格 然后通过进场价格 出场价格的计算 计算出一个盈亏 保存到全局变量当中去 然后当下一次这个 呃多头开仓条件成立的时候 那多头开仓条件成立的时候呢 然后我要代入计算 同性代入计算 然后把上一次 就是在上一次 保存的这个盈亏结果 然后放到依附计局里面 上一次啊 上一次盈亏结果 进行一个判断 他是盈并还是赚钱 如果他说他是盈利 他会大于零 但是他如果亏损 他会小于零 那么就是我们要的 当上边的模型交易结果是亏损时 然后再下真实的交易单 那这就是完整的一个 这个散灵交易者 散灵交易者 策略的一个 这块核心的一个模拟交易的一个编写 非常简单 其实也 主要是把逻辑里面清楚 然后 刚才就说 我的一些改进思路呢 其实这个策略 这个这样的一个样板 其实他有很大的一个改进思路 比如说 比如说像这个唐前通道这一块 这是非常简单和 就是换句话说 就是一个教学式的一个出场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出场改成什么呢 你可以改成一个 ATR区间 或者布林 或者说你可以把它 多加几个条件进去 比如说 把它换成一个止 止盈止损的一个概念进去 就是换句话说 你可以把它放到一个吊灯止损 或者说 你可以换成一个均线 都可以 这个开仓 平常条件这个地方你可以随便写 可以根据自己修改 关键是这个模板 然后还有就是开仓条件这块 你注意看这个开仓条件 这个开仓条件满足了 但是事实上它还有第二重开仓条件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也可以做一些修改 比如说 假如说我要开真仓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条件 它必须满足 就是当上一个K线的价格 然后它必须要大于 那么前30个 30个报仙以前的那个价格 也就是换句话说 我要这个波动差呢 那是有比较很明显的一个波动差 那如果说我要小于呢 那么小于 ok 中快号怎么会 多写了一个 这里 ok 这样的话就是我要多加一个条件 我不一定非得就是让它这个亏损时候才行 而且亏损之后 我还要满足我的一些要素条件 我才会让它开仓 那些这些地方都是可以改的 最主要是改这些地方就可以 然后同时呢 你也可以在这个亏损这里面 加一个计数器进去 那比如说这个 i 自增加 i自增加 也就是相当于是 就相当于我交易多少次 那你或者说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 比如说 当它亏损的次数怎么写呢 比如说这个就是亏损次数 我们再写一个for循环 然后就是i自增加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亏损的次数 达到多少次以上才可以交易 那我们把这个i再加到 这个多少次上 里面就是 当i必须大于5次 或者3次 就是亏损 连续亏损3次之后 我才会考虑开仓 正式开仓的一个情况 实际上都可以继续修改 就这一段话里面 你可以进行很多修改的地方 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策略的计算的 核心公式 代入到这个里面 做一个管理 做一个优化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测 可能的一个测试结果吧 这是一个罗文的一个15分钟的测试结果 参数并没有调整 都是它默认的一个参数 就是它这个默认的一个9199这种参数 要试盘交易中肯定会调整 然后还会再进行一个细化 我肯定不会用唐签通道这么愚蠢的通道 这么弱的一个通道 这就是它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交易法 看见 板子还是不错的 就是说它这个 这个底子还是不错的 这个散灵交易者这个底子 行的 这个TB部分就讲到这里 然后下一个我们来简单讲一下 这个文化财经编写这一块 好的 我们现在打开了文化WH8 我建议啊 你们的版本尽量升到最新的一个版本 就到它的官网上去下载一下它最新的一个版本 我可能这时候版本不是最新的 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更新 但是尽量是使用最新版本会好一点 然后我们现在打开了这个共识编辑器 如果新手朋友他可能不知道这个编辑器在哪里打开 在你的右上角 然后再有个编写 然后再有个编写公式 然后再有个编写公式 就可以了 嗯这个 首先呢 这个编写这个 如果我们从这个TB的原码转移到这个文化上面来 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第一还是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这个也非常重要 如果说你不定义这个全局变量的话 如果你不定义这一块的话 它就是全部都是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的话 它是不具备这个保存这个计算结果的一个功能的 如果像局部变量的话 你是过来一个take 过来一个棒线的 它都会重新计算 那么你之前计算的结果可能会被覆盖掉 所以你要把一些 比如说你要保存它的一个状态位 它的一个进场价格和一个出场价格 以及它的一个计算 盈亏计算结果 你把它声明到一个全局变量当中去 让它保存起来 参数部分我就不细讲了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你可以右倒右侧这个地方 你慢慢一个一个输入进去 就是它的参数变化 这四个你可以移到参数六秒钟去声明和定义 然后这个是短指约均线 至于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是EMA 就是差Average 就是在文华代码 那个TB代码中的差Average 就是EMA 然后计算RSI呢 就没有TB那么复杂了 因为我们可以直接调用就是这个 直接调用这个文华的计算RSI的一个计算公式 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唐吉安通道 唐吉安通道 就是个高价和低价 区间里的高价和低价 这个函数 系统函数是算求X在N周期内的最高值 然后这个是求N周期内的最低值 然后这个是进入到了一个平仓的一个if语句当中 和这个 和这个TB的基本是一样的 五万户就是如果说我要向前引用的话 TB它可以用一个中括号 这个写法上就很简单 就直接向前引用了 这个你需要一个ROUGH ROUGH就是再去X在N周期前的值 编写上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然后再写一幅语句呢 这个这个是用RAN begin 然后AND 这就是一个平常语句 其实是没有什么过多的可以讲的 刚才TB当中已经全部都讲过了 再讲一下就是它这个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文化当中呢 它不会出现这种偷架 这种就是这种偷架或者信号闪烁的情况应该 因为它在测试当中的全部都是次日开仓 次日开仓 只要你的算法本身没有没有偷下这种情况 你在执行当中呢 它全部都是次日次个日限开仓这么一个运算模式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这种盘中计算 就是盘中突破这种模式的 你需要使用这个在它的这个 模组运行当中的 你选择它的这个执行模式是收盘 是这个收盘次日开仓的 还是可以先走完以前开仓 这个是在它这个功能当中去选择 而不是在代码当中去实现 当然也有就是盘口 用文化写这个盘口策略的话 它会用一些盘口的交易函数 这个也是可以实现即时成交 那么我们是一个图表交易 我们没必要 我们就直接这样写就可以了 嗯好的 那么文化的部分就有这些部分 然后它这些圆码呢 包括TB和这个文化的圆码呢 那直接你们客户可以问这个客服 客服要它 直接说起就可以了 嗯好的那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